第五节 大臣共道 大臣 菩萨臣 佛臣 是在所谓谈小叹大 批评小臣赞扬大臣的旗帜下兴起的 大臣反对小臣 只顾自己解脱的自了汉路子 宣扬一切众生互相缘起 解脱生死束缚 应该以普报众生恩的报恩心 和拔苦与乐的无限慈悲心 率领度化一切众生 共趋解脱之欲 大日经卷一云 大悲为本 菩提心为因 菩提心 被强调为修学大成 直至究竟成佛的因 种子 菩提心 即普度一切众生 皆惜趋于最圆满究竟的 大觉之欲 无上菩提或成佛的志愿 发菩提心 又以发道义 为大成入门必修的 最重要加行准备 大成 密成 又通过观察众生苦 轮回苦 众生恩 诸佛功德 自心佛性等 而发起菩提心的 具体修习方法 在建帝方面 大成也批评 小成法 未能将诸法 无我之意 产发得圆满彻底 有执着于空之嫌 空见不除 障碍断尽所支障 大成将小成 一里 深入发挥 其建帝大体可分为 空 相 姓 三宗 空宗 亦称 中观宗 班若宗 主要依 班若经 产世发挥 由印度龙树 提婆师徒开创 中国三论宗 天台宗 和藏传 加当派 格鲁派等的建帝 皆属于 空宗一系 空宗立 一时相印 为大成教义 之标志 以对实相不如实觉之而生的种种戏论 片面偏执的明言概念分别 为起或造业之本 以离觉戏论 觉证实相为解脱成佛之药 所谓诸法实相 即一元其法则 观察一切现象 见一切皆一元而生 无实自性而空 空的观念 亦空 亦有 未法建立的真如 涅槃等 无违法亦空 明 毕竟空 不着有 不着无 不着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离觉一切明言概念分别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即与实相相应而见道 以与实相相应的 心修六度四摄等大成 各种菩萨道 如金刚般若经所说 以无我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无所得为绝要 以无所住的解脱心 不断主动地利乐众生 嫉妒众生 功德圆满 福智双全 才能证得佛果 相宗 一称有宗 主要依解深密经等 产事发挥 由印度无助 世亲兄弟开创的 瑜伽形派 中国社论师 法相维时宗 慈恩宗等 皆属此系 相宗在空宗学说的基础上 进一步从分析 心识和认识的角度着眼 说众生有八识或九识 由于不如实了知 认识的缘起关系 不知相明非真 只为实有 其分别 具生两种我法二执 为其或造业之本 解脱成佛之要 在于如实觉知相 明知非真 我法之非有 知内外一切 皆心识变造 离我法二执 转凡夫有漏 有着有爱的诸实 为清静无染无碍的圣志 转时成志 转第六意识为 妙观察志 转第七莫纳时为 平等性志 转第八阿赖耶时为 大元净志 转前五时为 成所作志 即究竟成佛 转时成志 须以观万法为实 心识意空的正见为指导 修大成菩萨行 在立即众生中 圆满福至 见真佛果 性宗 核心思想为 如来藏元启论 真如元启论 法界元启论等 原初 愣且 华言 法华 涅槃等 大成经 中国华言宗 禅宗 真言宗等 皆依奇异发挥 建立 一宗之学 藏传宁马 嘉举 萨迦 绝朗诸派的密法 建帝 建帝亦多数 信宗一系 信宗大略 立一本诀真心 为成佛依据 为众生 诸佛 皆同一本诀真心 众生本来具足 三身四智 乃至三十二相等 佛性功德 不欠不亏 只因 弥媚本觉真心 而起无名 造有漏夜 才轮回三界 妄受生死 若离妄想执着 识自本心 见自新佛性 则可解脱 大成诸宗对生死的看法 皆以生死 与涅槃不二的 中道观为宗 三论宗名曰 不二正观 如 摄大成论 卷下记所言 生死 即涅槃 二无彼此故 事故于生死 非舍非非舍 与涅槃一耳 无德 无不得 未与生死涅槃 本来不二的 真实相应 与生死 非舍 亦非不舍 与涅槃 无德 亦无不得 即使自己 以断烦恼 以出三界 而不住于涅槃 主动出生入死 虽然出生入死 而由般若惠吏 不起烦恼 不造恶业 不住着于生死 这样才是真正的超出生死 原显法界 自信佛性的体相用 与二成圣者 仅仅依法界体性 而自己独享涅槃 颇有不同 《华言经》卷七十二位菩萨 以波罗秘传 于生死流中 步一彼岸 步着彼岸 独住中流 而度众生 无有休息 从这一精神出发 大成要求菩萨 为度化利乐众生 一方面 以生死涅槃不二的 般若智慧 转化自心的烦恼 其心不住三界 超越生死 如《大吉经》 卷九十祭云 常行生死 即涅槃 于诸欲中 实无然 一方面 观世间苦 而不饿生死 不畏生死 于无量节 主动入于生死之中 生为众生的亲友眷属 与其同事 乃至为众生奴仆 为众生服务 逐渐与众生 广结善缘 将他们引向成佛之路 心地观精 眷寺 厌舌品味 世间 罪上大丈夫 虽入死门 不生畏 为了入生死 度众生 菩萨 以见道者 甚至不忙于 断尽烦恼 而特意 留祸润生 留一点烦恼 作为入生死 度众生之音 华言经卷 十一纪云 为一一众生 轮回 经节海 其心不疲泄 当成事导师 虽处生死海中 而已超越心 将出入于生死大海 看作游览园林 为之游戏生死 华言经卷 五十七云 生死是菩萨原林 无厌舍故 称生死是菩萨契障 不断菩萨 行教化众生故 不但来往人间天上 而且出于地狱等三恶道 法华经 辟育品 为菩萨 常处地狱 如游圆观 其典型为 地藏菩萨 他主动 常住于地狱中 度化 罪苦众生 发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大城诸宗所修之道 包括小城的三学 三十七道品等 主要为大城特有的六度四摄 六度之度 繁语为波罗密多 意为到彼岸抵达目的地 六度指六种 能使自他抵达涅槃 成佛目的地的途径 第一 不诗度 谭纳波罗密多 为人天惩罚 所唱不诗形的深广化 分三种诗 一 财诗 以财物 包括自己所有的 身肉骨血 眷属妻子等 毫无吝惜的诗与需求者 二 无畏诗 解救极难 诗与众生安全感 三 法师 以佛法 善法 包括经书等开导人 使众生获得法义 这在三种布诗中 功德最大 第二 戒度 诗罗 波罗密多 为人天惩 小城道持戒一行的深广化 大城所持的戒 除与小城相供的在家五戒 八观摘戒 出家沙弥 沙弥尼戒 比丘 比丘尼戒外 还有大城特有的菩萨戒 这些戒律分三类或三个方面 摄律一戒 其精神是约束严行 诸恶莫作 如五戒 比丘戒等 摄善法戒 其精神是积极地行善 诸善奉行 如实善戒等 饶意有情戒 其精神是以利益 嫉妒众生为必尽的职责 第三 忍度 颤提波罗密多 锻炼坚韧不动的毅力 分三种人 一 耐怨害人 忍受众生的毁谤 欺辱 打骂 毒害 饶恼 而不动肝活 忍受赞誉送阳 而不起娇慢 二 安寿苦忍 忍受寒热饥渴 病痛等诸苦 而修道不屑 三 递查法人 对甚深难解的佛法义理 能以坚韧的意志 观察思索 穷严彻疚 承受甚深空理 而不惊慌一句 第四 精进度 疲离耶 波罗密多 以勇意不懈的精神 修习诸度 及一切善法 分三种精进 一 背甲精进 与所修法 生大誓愿 大决心 决意成功 有如入阵作战 先着好甲铠 二 设善法精进 正修诸行时 精进不息 不疲 不屑 三 饶意 有情精进 与嫉妒利益众生的事 积极投入 勇猛不懈 第五 禅定度 禅纳波罗密多 为小成道 增上定学的 深广化 所修禅 分三种 一 安住净绿禅 离昏尘散乱等 设心安住于 镇定而不动 二 引发神通 智慧 三 患世净力 能利益众生 为众生解决现实问题 如能消灭 缅难 治病 抑制开会等的禅定 第六 慧度 般若波罗密多 为小成道 增上会学的 深广化 所修学的智慧 主要有三种 一 原世俗地会 通达世间的哲学 医学 语言 生韵 工程技术等 种种知识 学问 记忆 二 二元 圣意地会 与十项相应 子内证人法 二无我真实的超越性智慧 此为断烦恼 出世间之本 三元 饶意 友情会 通晓利益 嫉妒众生的种种方法 技巧的智慧 六度的修习 前五度 必须以 第六般若度 为导手 有般若如木 五度如足之语 以般若度 为导手 主要在于 以 与十项相应的心 修布施 等五度 虽然 精进修习 却心无所着 不执着 能修所修 及修行功德 如 修布施度 则 不分别所施对象 和所施物 不见能施之我 不计所得功德大小 心与空性相应 无所牵挂 叫做三伦体空 这样才能算波罗蜜 才能内断烦恼 外籍扶制 度到涅槃彼岸 若非如此 与能修所修 有所执着 便成世间有违法 不能出生出世间的功果 解身秘经 华言经等 还在六度之上加四度 共成十波罗蜜多 后四度 系从班若度所开出 七方便善巧波罗蜜多 掌握度化众生的种种巧妙方法 八愿波罗蜜多 成就上求佛果下度众生的宏大事愿 九利波罗蜜多 获得思泽 修法的智慧力 十至波罗蜜多 获得受用法乐 成熟众生的智慧 四摄 为四种摄影 度化众生 修得行善 趋向佛道的方法 原初阿含经 是佛所示在家佛弟子 应修的课目之一 一 不失 满足众生的需求 失以恩惠 而获得其信任感激 二 爱与 以亲切关怀的话语 赢得众生的喜爱 三 力行 从事和助成 有益于众生的种种善举 以取得众生的拥戴 四 同事 走到众生中去 和他们打成一片 同甘苦共患难 以平等的态度 获得众生的信赖 菩萨行者 需用这四种方法 主动与众生结缘 建立友好感情 逐渐将他们吸引到佛法中来 六度被分为两大方面 前五度合称方便 指在修福 第六 般若度 指在修慧 福慧双修 般若与方便不二 方便为般若指导下的方便 般若是运用于方便行中的般若 在济世度人中圆满功果 是大乘菩萨道的根本精神 阿底霞菩提道登论 据《唯魔经》说 般若离方便 方便离般若 据说 唯细父 故二 不应离 菩萨道六度四摄等的修行 要求行此道者 皆称菩萨 走到众生中社会上去 在济世度人的活动中 将自度与度人结合为一 视为自度与度他不二之中道